這邊有個地方就是 簡報內容必須跟範本一致 這個地方其實 這個地方需要做一個動作 我剛剛漏掉了 假如說它裡面有這個敘述的話 那記得就是說 你最後呢 設定的時候還要再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資料匯入之後的話 記得要把它什麼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把常用裡面有個重設有沒有 你必須要把它的相關格式 重新再設定 那你把游標放在上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敘述就是說 將頭影片的版面配置區的位置大小 重新設定成預設值 這個可能要按一下 但是如果按了一下之後 你會發現 它剛剛設定的又跑掉 沒關係我們再重新做過一遍 設定的話呢 就是先文字方向改成垂直 然後對齊方式改成至中 然後1.5倍行高 最後的話 顏色的話 我們就是點這個地方 選擇色彩 選這個綠色的 這樣就OK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三題的部分 那第四題的話 分別就是說 插入 總共有一張 頭一片二插入第一張圖 頭一片三插入第二張圖 OK 那頭一片四插入第三張圖 然後並且都套用透視圖陰影白色的這個樣式 所以呢這個地方還蠻簡單 找到這第二張 點這邊一下 那選哪一張圖呢 選那個我們 我是把它放在桌面上面 我們的第幾個呢 第六 這個這張圖 把它按插入 然後樣式的部分呢 就選擇這一個 應該是叫做什麼 陰影 陰影是哪 陰影 最上面左邊 最上面左邊 這個嗎 這是右邊 這一個 簡易框框 他 他要的效果 可以再找一下 我記得應該是 他是沒有一模一樣的 有了在這裡 透視圖陰影 白色這一個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算一下還是第三列的 第四個 OK 好 那一樣的方式 分別把這一張 阿薩姆是這一張 OK 這個是 好 那一樣 套用剛剛這個 陰影 透視圖陰影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按一下 那個這個是 紅玉18號 然後一樣是選擇這個 透視圖陰影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四題了 那第五題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五題他就是要 再把那個項目 項目符號改成圖檔 OK 那項目符號改成圖檔 在項目符號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項目符號 1到6對不對 所以請你選1 按Ctrl鍵 再選2 再選3 因此類推 就是要按Ctrl鍵 按住 然後分別選1到6 然後呢 再來做那個 那個所謂的項目符號 我看一下這個應該是什麼符號 對 它項目符號 所以你就選擇上方這邊 有一個所謂的項目符號這裡 然後點選旁邊的箭頭 那因為它裡面並沒有那個 就是葉子的形狀的圖案 所以呢 我們選擇其他的 項目符號及編號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圖片 把圖片選取之後 再選擇從檔案 那找到這一張圖就可以了 OK 按插入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項目符號呢 就變成一張圖的大小 那就完成了第5個部分的設定 那最後的話就轉場效果 那轉場效果它是有點翻頁的效果 而且它是自動換頁 每隔3秒鐘連續播放 直到播放完維持 所以我們每期間2秒鐘 那什麼設定 我們一樣找到那個轉場 轉場裡面的話會有一個什麼 頁面捲區的這個 點選它 有沒有 有個轉場效果 然後呢 期間多久呢 2秒鐘 所以設定2秒鐘 然後呢 記得呢 每隔3秒鐘 自動換下一頁 並且不能用滑鼠按 所以滑鼠按下時 這個打勾取消 那最後記得 一定要按下全部套用 因為如果你沒有全部套用的話 它就只有這一張有效果 其他沒什麼 全部套用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你按下播放的時候 我們從這一張開始播好 那它會每隔3秒鐘 1 2 3 換下一張 那你會發現它這邊有一些介紹 像剛剛講的台灣紅茶啦 阿桑紅茶啦 或者是紅玉 那這邊有一張圖 那你們可以稍微 有點像一個導覽 感覺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製茶的過程 有1到6喔 然後怎麼樣泡好茶 這邊有一些說明 OK 然後 那營養成分跟功效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簡報這樣做得還蠻不錯的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全檔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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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